嗨,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在看一本书 这个书的名字呢 叫做做你自己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是古神巴菲特他儿子写的一本书 我刚刚才开始看 不过呢,头几张让我 就是大概是头三十页吧 让我感触很深 当然他儿子是因为巴菲特这个名字 所以他也有一些特权 但是他在写他小时候 就是他的童年的时候呢 我真的写了好多 就是他觉得父母给他的爱很多 例如呢,他第一个就是说 父母给他最大的就是安全感 就是无论怎么样 他都是觉得 就小孩子的那种安全感 就是父母对他的信任 然后对他的放弃的那种 就是比方说我小时候 然后我妈就比方说我犯了什么事 我妈经常说 我就不要你了,我就把你推出去了 你就到街上去吧 讨吃也不要讨回来 这种话 他们家是绝对不会说的 然后呢,他大概懂事了 也知道自己过马路 小心会看车辆的时候呢 他父母就允许他走一段路去他外祖母家 去看望外祖母和祖父 那他们家呢 过去以后 他到他们那边以后呢 他的外祖母和祖父呢 就会做一些冰淇淋的糖果给他吃 然后让他感觉到很很有惊喜 然后每天呢 都询问他在学校里面收获了什么东西 然后他妈妈呢 我想当时也应该是个大忙人吧 但是呢 经常跑到他们的学校去 看看他们老师讲课 究竟是讲了一些什么 就特别关注 他们学到的究竟是什么 并不是说 把他送到学校以后 拿到成绩单了 然后看看 成绩没有问题就过了 他是非常 把那个细节 关注到很多的细节 然后他也说到小时候呢 因为没有Google搜索引擎 所以他们得到知识的 查询的时间真的花了好多 是一件体力活 那么呢 他们在发掘这些知识的时候呢 就好像寻宝一样 就是他们充满了好奇心 然后不停不停的从一些些的线索里面找另外的线索 他感觉到这种东西是非常美好 就不像现在你只需要在电脑前面随便输入一些东西 那你就什么都可以查回来了 所以他特别珍惜那个时候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一开始他也说到 因为巴菲特赚了好多钱嘛 但是他把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五还是百分之九十的财产 全部都放到一个基金会里面 所以呢 其实他们这几个小孩子呢 他虽然也是得到一些财产了 但是是不多的 他主要是三个孩子要经营这个基金 要管理这个基金 然后最后呢 他们是要把他全部捐出去的 所以呢 他们在经济上并没有很大的优势 只不过呢 他说就是巴菲特这个名字呢 哈喽 他是因为这个名字是有一点优势了 而且他说主要的优势是因为 他父母对他的爱 然后呢 还有呢 他们家是激发了他好多的好奇心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 相当重要 因为他说他父亲他虽然那么有钱 但是还那么认真的每天工作 应该是每个星期工作六天嘛 然后他说他父亲并不是因为钱而工作的 他真的是未兴趣 他觉得这个是他人生 就让他觉得兴奋开心的事情 所以他才做 那他三个小孩呢 好像这个皮特 他自己是做了音乐家 那这个事情是让他最开心的 所以他一直在坚持做 那他父母也非常的支持他 然后呢 他哥哥 他姐姐只是做了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有两个小孩子 他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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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爸是做经济嘛 鼓神嘛 但是他们小孩子都没有做 所以呢这个 真的是很神奇 是他爸很支持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这就是第一章啊 我觉得这个书还蛮有 蛮有价值的 我再看下去 然后明天再跟你分享 其他的东西吧 但是呢 真的在童年那一段 我觉得他写的特别好 就是他觉得他的童年 真的是得到父母很多很多的爱 就是 你知道吗 小孩子 如果他在小时候就觉得 自己是有权利去步自己的生活 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东西 然后呢 家庭是很有安全感的 大家都很相信他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好吧 今天就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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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